在去年10月开了北北基首长的平台 当时整个四个首长在拍照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柯市长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所以当时他还没有反对包括新北跟基隆的这个部分 基隆决议一定会做 我跟他已经报告了 就从去年三个市长所提的意见 我们都纳入中而归报告中 最近的路线已经确定 在去年10月开了北北基首长的平台 那当时在台北市就提出 在进入南港段要地下化 那基隆的部分是希望说服务能够深入社区 在新北侯市长这边是觉得系东线要优先做 要跟基隆决议来做一些整合 那经过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把这三个意见都纳入我们的中和规划里面 最近的路线也大致都以这样的方向来做一个确定 那当时整个四个首长在拍照的时候 我发觉这个柯市长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所以当时他还没有反对包括新北跟基隆的这个部分 柯市长认为说现在整个基隆费已经涨到400元 而且整个报告根本看不到 那你会增保到新北市的局势是怎么大 基隆决议一定会做 我跟他已经报告了 就是从去年三个市长首提的意见 我们都纳入中和规划报告中 最近的路线已经确定 大概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 所以他一定会来做 那当然就是说过去在四个首长的会议里面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把用轻轨走在台铁的轨道上面 那后来在这个研究的过程 发觉这样对于台铁的干扰太大 所以就慢慢的从轻轨到一个中阴量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部分在市首长的这个平台里面 都有做这样的相关的说明 然后大家也确定这样的一个方向